上月中旬,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,就手里投资者素项原文化公司,赵薇证券虚假陈塑一案,以审判决赵薇败诉,应承担连贷偿杀责任。 近日,赵薇不服判决向法院提出了上诉请求,随后,赵薇直奔湖州片厂拍摄自己兼职的新剧《谁都渴望遇见你》,有记者拍到赵薇贼工作人员的陪同下,视察了一圈周围的拍摄环境,随后,他独自走到没人的地方,认真端看手机许久。 赵薇在处理完事情后重新走入人群,他大包摘下口罩,跟众人一起抽搭聊天,脸上不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 不知是否因为近日官司缠身,赵薇的脸色并不是很好,面容沧桑憔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